好我們接下來認真來試這個隊伍 我是覺得這隊三卡應該是可以穩穩通關啦 新手玩家也有機會 你只要有辦法抽到旅動兵加水彩神 新手手抽戰好了 這個兩個隻就可出發了 走吧 上級 那這隊其實想法蠻單純的 就是你只要二三血 第二關跟第三關再開水彩神就可以了 前面的話就是靠輝燕跟旅動兵 然後靠水彩的被動 直接硬度 現在超巫師角色只要對 都很好打 算是吧 感覺最近你拿過去就好 對啊就日版 日版有一些關卡 有一些關卡是這樣啦 然後台版的話是因為火力太強了 其實日版也差不多了 日版的話現在蠻多關卡是 只要用愛因加上 愛因或者是那個吧 愛因跟那個 達文西啊這兩隻 但是突馬基本上 他們兩 真的沒有什麼 沒什麼他不平的關卡 連摘二級都難倒他們兩隻手 你們如果有看過日版一些摘二級的攻略 大概有一半都會用到愛因跟 所以才很難出喔 其實這兩隻應該都蠻難出來的啦 然後這對旅動兵是有神殺啦 所以其實打起來傷害會蠻夠的 也不太需要擔心火力會不足的問題 看好 哇 黃屬性欸 最不想遇到的黃屬性欸 來看看我們黃屬性有沒有機會把它弄死 我剛剛講 我剛剛記得啦 黃屬性的話 是要打紅屬性有1000萬的傷害 但是 這個火力我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所以才神疊一疊應該 疊到兩三萬應該是OK 哇 搞到不行了 欸 聽說不是說什麼可以從上面往下點嗎 欸可是我都點不出來 我用手機我沒有一次成功過欸 我認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手機GANK我這一招吧 他不讓我從上面來啊 他不讓我從上面來 他就沒有辦法從上面點 他就點按放開 然後也不會連鎖 就是 就放掉 他就碰著放掉 碰著放掉 火屬 弱 傷害 那這隊還有一個優點啊 就是 不管出任何的 不管出任何的都不會有反應 欸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我手機真的不行欸 為什麼 為什麼我用模擬器就可以 奇怪 真是詭異 欸這樣太詭異了吧 啊我手機真的都沒辦法啊 欸這樣應該就可以直接帶走啊 不對這隊算是比較輕鬆啊 然後這一次的OMG 應該相對性在台版是屬於比較輕鬆的幾乎是 的 Omega級啊 比如其他 幾個日版的 舊的其實我覺得比較難 好 那這隊的攻略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 我覺得沒什麼要注意的 只要 只要 沒有 沒有 有打 應該呢都會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